3 2 1 点燃推进器 火箭从纽西兰冉冉冉升空 美国太空总署成功发射了 两颗小型气象卫星 将在热带地区进行观测 另外两颗预计两周后发射 这组风暴追踪卫星 共有四颗将实现每小时的重访率 也就是每小时就能观测到地球上 同一地点 透过收集降雨量 温度 湿度等数据 更精确预测飓风的登陆地点 和强度 以便沿海地区居民提前疏散 欧洲太空总署去年12月 发射的最新气象卫星 则是让人类见到前所未见的地球 照片解析度大幅提升 拍摄频率也更频繁 每10分钟就能拍摄一张 完整的地图影像 它传回来的第一组影像 是3月18到19号拍下的 从地球上空36000公里处 就连意大利的沙滩 都清晰可变 对覆盖欧洲大陆的云层 也能获得更多资讯 有助未来气象预报更精准 大海新闻 江玉廷编译